os i believe jesus christ died for my sins and i am redeemed through him america is a different country i offer to all loving same-sex couples the dignity shooting at this louisiana movie theater sufficient gun safety laws 你什么都讲大话 us military has conducted air strike sobalia but in the past they've lost 1 300 000 m samples m immediately lost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那个题目呢 就是说到乱世信徒 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最后一讲 我们一直以来在这几个星期里 都说到《弹以理书》 《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如何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 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 我们读一段经文 《弹以理》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弹以理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这里他说 沙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对王说 尼布甲、尼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瑶中救出来 王,他也必救我的手 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这里就说到 《弹以理》三个朋友 沙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如何面对这个迫害呢? 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地方树立了一个很大的金像 他就要求所有的国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 但沙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不要忘记他已经在皇宫里面 已经有职位了 但他虽然是吃皇帝的饭 但在一个大是大非的情况下 他要作出一个生与死的决定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决定不向这个金像下拜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们的后果就是 被丢到这个火炉里面 必死无疑 我们会想想 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 但是沙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在当时他们非常年轻 年纪不太大 但他们仍然抱着这样的信心 生活在水深火热里面 遭受迫害 他们有一个为主受苦的 为神受苦的心志 他们决定 如果神不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仍然不会向你的金像下拜 但是 他们仍然深信神的能力 和神的保守 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差不多有两千年了 在这么多年里 基督徒 是每一个世代都经历了不同的迫害 有一个是早期基督教的教父 第一和第二世纪 他叫做土特良 叫做Tertullian 他们是怎样信主的呢 当时很多基督徒被捉到罗马的竞技场 为狮子 为猛兽 甚至被杀 或者被钉十字架 或者被火烧 他们怎样信主呢 他们去到其中的一个竞技场 去观看这群基督徒怎样的受苦 怎样的受死 当这群基督徒 被带到竞技场中间的时候 这群基督徒一直走一直 是强试过 他就被这种的情景来是震撼 震撼到一个地步 他是信了主 跟着他信了主之后 他就写了一句话 他这句话就是说 殉道者的血是孕育教会的种子 殉道者的血是孕育教会的种子 另一个早期的 这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叫做奥古斯丁 或者你也听过 奥古斯丁 他也说到 这群殉道者 虽然被捆绑、被监禁、被鞭打 被虐待、被火烧、甚至被屠杀 但是他们的数目继续增加 所以这个迫害 不是会消灭基督教的信仰 反而刚刚很相反 就是这些迫害 令这群基督徒的数目更加增添 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在美国 比较相对来说 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里面 或者这些迫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事 或者是很遥远 在很遥远的地方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近这几百年里面 被屠杀或者被杀害的基督徒的数目 是不能够跟我们近一个世纪里面 是被殉道的基督徒的数目 是比过往的那几百年是要更加增添的 不要以为这些迫害是离我们很远的 我们来看看 Isis 在今年2月份 在利比亚的地方 捉了21个埃及的 叫做Coptic Christians Coptic是什么呢 Coptic是很远古的一群基督徒 基督徒去到埃及的地方 他们一直是将这个基督教的传统 是遗传下来 就在埃及的地方 这一群基督徒叫做Coptic Christians 这群Coptic Christians 这群基督徒去到利比亚的地方去打工 但是很不幸 利比亚不是有战乱的 Isis就捉了这群基督徒 有21个之多 捉了他们去利比亚的岸边 那里是被屠杀 或者你会这样想 这些在中东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比较遥远的 其实不是 最近 刚才是上个星期 我们有一位的姊妹 在Kentucky 在塔基州 叫Kim Davids 我们看看她的样子 因为她是在原政府里面做工作的 她不肯在同性婚姻的婚姻的证书上签纸 所以是被法官被判入獄 New York Times 它的主题是说什么呢 他说 Clarke in Kentucky chooses jail overdeal on same-sex marriage 就是说 在Kentucky有一个官员 他宁愿是坐牢 也不愿意在同性婚姻的事上 做交易 你会发觉原来 迫害基督徒不是遥远的事 其实 甚至可以这么说 我们美国是一个 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我们迫害基督徒的事 现在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 不要以为很遥远 其实现在 我们都在面对着 其实在2500年多前 三个希伯来的 很年轻的少年 他们同样的去面对生与死的一个状态 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就是在这个乱世的环境里面 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 你不敬拜 你不跪拜我这个金像的时候 你会被处死 会被扔到火炉里面 但是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因为他们的信仰 对神的信仰 所以他们宁愿选择 被扔到火炉里面 我们今天 当然我们知道 故事的结果是怎样的 所以听起来 我们好像很容易 我们明白 这三个弹以利的朋友 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他们愿意站在神那边 说是容易 但是在当时 你想想 他们在火炉前面的时候 他们知不知道神会答够他们 他们是不知道的 是吗 但是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念 就是说 无论神是否答够也好 我仍然都要忠于我的信仰 我们就看看 究竟为什么这三个 希伯来的少年 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 还有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信念 我们就看看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一些功课 如何有这个勇气 为什么他们这三个人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信什么呢 还有我们怎样把他们的信念 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很遥远的地方 也不是很遥远的时间 现在就发生在美国这个地方 究竟我们怎样把这个故事里面的真理 怎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看看他们的信念 他们三个人的信念 第一个信念就是 对神的能力是深信不疑 对神的能力是深信不疑 我们看看《但与里书》 第三章第十七节里怎么说 他说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窯里面救出来 我希望你就圈住他 你有筆 将神和那个能字 神能两个字 圈了出来 God is able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就是神他的能力是能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帮希伯来的少年 他们从小就听到 神怎样是搭救他们的民族 是吧 怎样是创造这个宇宙 怎样创造这个世界 怎样创造这个人类 是吧 怎样是呼召阿伯拉罕 是吧 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应许他 以后是有一个的国度是会出来的 怎样是带领这一帮的被埃及人 是造奴隶的这一帮以色列的民众 是吧 由埃及带到这个应许之地 又怎样呢 经过这个红海的时候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神怎样帮他们开路 打开这个红海 让他们走过这个红海 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听过这些故事 他们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也要深信 神的能力 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甚至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能够彰显 这帮希伯来的少年 他们深信 神的能力 在他们历史里面 是如何彰显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 其实神的能力 都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彰显 我给你们一些例子 相传多玛 或者巴多罗玛 其中的一个使徒 因为多玛 它是去到印度的地方全都 现在在印度 有一个地方 是有一个 纪念碑 是纪念 多玛 是当年去到印度的地方 来传福音 有些人相信 这个多玛 不单止去到印度传福音 它是由印度 进入了中国 这是其中一个传说 最早的记载 基督教在中国里面 最早的记载 就是在唐朝 在唐太宗的时代 大概是主后635年 已经是有一个叫做警教 来传入中国里面 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 如果你有留意 有一个碑叫做警教碑 就是说到基督教是如何 在当时传入中国的地方 大概在200年之后 另一个皇帝叫唐武宗 因为它是深信的道教 所以是排斥其中的宗教 所以当时就算是佛教 基督教也被排斥 一直是差不多过了400年 沉寂的时间 以为基督教 或者以为这个福音 再不能在中国里面 或者立脚 其实不是 在元朝 1289年 就是400年之后 方济国 就是Franciscans 天主教的另外一个分支 叫Franciscans 这一班方济国会的神父 是进入中国的地方 来传福音 也过了大概沉寂了 也没有什么声音 也没有什么声音 有人也觉得基督教死了 没有了 也不是的 300年之后 在明朝 在明朝1582年时 有一个很出名的 叫做利马斗 神父 神父就进入到中国 这是第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 以前那些都是天主教 这个真正是基督教 改革了之后 第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 是进入到中国的地方 但是当时清朝的政府 是限制他的行动的自由 他只准备在广东的地方 广州的地方 以及澳门的地方 做传道的功夫 其他的地方他不能够去 这个是马里顺 他用了25年的时间 翻译了第一本中文的圣经 他对于我们基督教 对于我们基督徒 是中国基督徒有的 真的有一个莫大的贡献 他就死在广州 但是是葬在澳门 现在澳门 你去澳门的马里顺馆 你都可以看到 有一个墓碑 说到马里顺的生平 又过了一百年 到文初 义和团之乱 在义和团那段时间 很多的基督徒 还有很多的传教士 被杀害 记得刚才 土特梁怎么说 他说 殉道者的先血 是什么 人育教会的种子 虽然是这么多的基督徒 或者这么多海外 进到中国 传教献身 在这个传教的事工 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殉道 而他们的血也没有白流 就是在这段时间 在文初的时间 有很多中国人的领袖 成为基督徒 其中很有名的 就是孙中山 还有是宋教人 被暗杀的宋教人 还有蔣介石 还有的是张学良 将军 亦成为基督徒 亦成为基督徒 这一班 是中国 在文初里面 是顶尖的人物 他们都成为基督徒 当时 那些基督徒的血 是并没有白流 又沉寂了很多年 到了1949年 共产得权的时候 当时基督徒的 population 大概是400万左右 不是很多 400万 到1966年 到1976年 你们都知道 那个文化大革命 其中 毛泽东 有一句话 你们都可能听过 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也都是 有这样的 打算 就是说 能够在中国里面 将所有的宗教 来到去消灭 消除 其中包括基督教 但是他有没有成功 他没有成功 因为 当基督徒越受逼迫的时候 教会就越增长 由70年末到现在 在国内里面 基督教 基督徒的人数的增长 是数以千万计 到现在 大概 那个估计有七千万 基督徒人的基督徒 有些是甚至 有些统计 就说超过一亿 而我们回去 我和师母回去 差不多每一次 我们回去 都可以带一些 国内的同胞 来信住 他们的心 是很开放的 神是预备了 这一帮的 帝兄姊妹这一帮传道人 他们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苦楚 但是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 在浦都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有一个社会学的 Professor 叫Dr. Yang Y-A-N-G 他作出一个估计 就是说 在2025年 即距离现在十年之后 中国的基督徒 会急升到 一千六百万 所谓是 一亿六千万的基督徒 到了2030年 估计是有 二亿四千七百万的基督徒 在当时 若是到2030年那段时间 中国的基督徒 会被墨西哥 巴西 美国 加上了 都是没有中国的基督徒 那么多 也有一个研究 他就这么说 他说 在这个微博 微博等于我们现在 在这一边的Twitter 他说 在微博里面 基督耶稣的名字 比毛泽东的名字 更加的popular 就好像很神奇 还有 另一个研究 就是说 现在的 主持人 叫做习近平 你也认识他 听过他 在微博里面 被提及的次数 没有耶稣那么多 习近平被提及的次数 大概是四百万左右 你猜一下 耶稣基督被提的次数 是有多少 是有一千八百万 这是一个研究 你会想一下 究竟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的手一直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是将写他的能力 为什么特别在近的世纪里面 以往的百年里面 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厉害呢 原来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面 有很多很忠于他的基督徒和牧师 献出了他们的自由 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其中比较出名的 有《毅托星》 我们看看他的样子 他1903年出生下 1972年 在监狱里面是过身 他在1952年被捕 因为他是传福音的缘故 在法庭里面被判15年的监禁 一开始的时候 后例被加到20年 在6月1日1972年 他是被主接回天家 在他临死那天 他写了一句说话 让大家看看 这是他自己亲手的手笔 他说 我病中心仍喜乐 当他过身之后 他有一个孙侄女 去到他的监狼里面 执拾他的世缘 在他的遗物里面 发现了有一张的纸条 那张的纸条他就这样写 就是《毅托星》他写 他说 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为救赎罪人而死 三天后复活 这是宇宙最大的真理 而我亦是为我所信的基督而死 怪不得 神是看顾我们中国人 因为有一帮这么忠心的 他在1955年 他被捕 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三字的教会 被判监是15年 他进了监狱里面 他听到他的太太因为他被捕的原因 他都受苦 所以在当时他一时的软弱 他就签了一个 叫做confession 就是说是一个同意书 就是说我是错了 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心里面很不安乐 他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他就写下他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他就说在这段时间 他觉得他自己是这个彼得 曾经是三次不认主 一直他良心不安 直到他是回到法院里面 回到监牢里面 跟那些人说 他说我是愿意推翻我以前的 那些confession 我愿意回到监牢 接着是坐了20年 22年 而他的太太也被判15年 在监牢里面 他太太在1973年被放出来 他太太的眼睛已经盲了 黄明杜牧斯在1979年被放出来 他那时候已经非常虚弱 那些牙齿全部脱落 监牢的势力也是非常衰退 包括他自己的听力 但他仍然没有停止传道的福音 他去了上海 跟他的儿子一起来住 一直在上海里来传福音 直到1991年他去世 那段时间 他是91岁 他太太在1992年过世 他太太在1992年过世 神为何如此看顾 我们中国的民族 我觉得这群的pastors 他们做了很大的牺牲 做了很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最近的 2013年 大概是两年前过世 这个是我们的广东人 叫林贤高 他在广东 在广州 就设立了一个教会 叫大马站的教会 他也在监牢里面 坐了20年牢 而在他坐牢的期间 他太太过了身 在大马站这个教会里面 大概现在是有4000人之多 他其中有一句名言 他说到什么 就是说 迫百多增长更多 迫百多增长更多 他在2013年过世 他是88岁 但我们呢 刚才我们看到 但以你这三个朋友 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信念 就是相信神的能力 因为他们知道神如何将这一帮以色列民 从埃及地席带到这个应许之队 他们一直在这个历史里面 看到神的能力 其实我们今天 在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里面 我们都看到神的能力 我们都看到神的能力 其实 耶稣一早已经跟我们说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必有苦难 我们看一下 《语言福音》第16章33节 他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如果有人跟你说 信耶稣 有饭吃 信耶稣 信了之后 那样东西都是会有平安的 有这个一帆风信 那些你千万不要信 不是的 主耶稣我早已经说了 凡是我们有这个心志 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一定会恨我们 无论我们做什么好东西 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扭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其实你看看基督徒是做了几多好的东西 对吗 很多的医院 大学 包括耶鲁大学 包括史丹福大学 包括哈佛大学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 基督教 基督徒来去办学 你不信自己查历史 为什么到这个时间里面 好像是这么反对基督徒呢 这么反对基督徒 其实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我们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无缘无故地 是会恨我们 其实耶稣基督一早已经说了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会有苦难 但是 但是他答应过什么 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他已经是胜过这个世界 在中国 刚才我们说了 福音已经是1400多年前 开始是扣门 扣我们中国的门 历代以来有起有跌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发觉 可能我们是基督教 或者基督徒 已经是消灭了 已经是消失了 在这个中国的角度里面 但是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他是无所不能 在人看来 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在神看来 是凡事都能 我们怎样会想到 就是说 特别是中国的教会 对吗 那么受迫伯的时候 他越受迫伯 就越来越增长 我们无法相信 我们无法完全了解 我们唯一可以了解的就是 原来神的手在 原来神的工作 神的能力 是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看了 马得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 他说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事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这段经文 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经文的背景是说到 是说到谁 谁可以得救 说到这个福音的事情 耶稣基督他的意思 就是当时那些人 就觉得 其实很难的 叫那些人信主 因为耶稣基督他说 特别那些有钱的人 叫他信主 难度好像是骆驼 穿过这个针眼 那些门徒 那些跟随者就跟耶稣说 很困难 谁可以得救 谁可以存福音 谁可以信主 但是耶稣基督他 跟着他就说 在人看来不能够的事 但是在神 是什么 凡事倒立 特别在中国的历史 在近代的历史 在文革的时代 多少基督徒受迫害 多少教会被close down 是成为一些民居 成为一些货仓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怎么样可以上到 现在的基督徒 在这个中国的国内里面 那个影响力是越来越巨大 正是因为一帮忠于他的信徒 我们看看沙特拉 米撒和阿伯尼哥 他们的信念 第一个信念就是 他们很相信 神的能力 第二个信念是什么 对神的保守 是充满了信心 接着在第三章 第十七节 但耶利书 他们这样说 他说王牙 我也他也必救我们 脱离你的手 圈着他救我们 这三个字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时间 要死的时候 神会保守我们 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 有一个美国教会的信徒 他听过之后 就说 如果不是你的时间的时候 你就不会死的 他就半个开玩笑 他说 我今天就可以走出去 那个十字路口那里 是不会被车撞死的 那个传道人听过之后 就跟着 就是半开玩笑 跟他说 当你站到出去 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可能这个就是你要死的时间 那个点不是在那里 那个点就是说 你不要试探神 不是说 我相信这位神 他会保守我的 今天我走出去 我走出去十字路口那里 那些车都不会撞到我 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个点是什么 那个点就是说 当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若果没有神的应许 我们的生命是会被他来保存 如果是时候到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恩典 是会救我们 是吗 其中一个保守的一个见证 是怎么样 是Billy Graham说的 是葛培里牧师说的 在他这本书里叫《Angels God's Secret Agents》 在这本书里说到 在南太平洋的一个祖国 叫做曼娜渡共和国 在当时有一个传教士叫做John Patton 和他的太太 在那个祖国里来传福音 他们受到很大的生命的威胁 他们听闻有些风声就说 这些土著是会过来 是会对他们不理 真的是了 有一晚这些土著就来到 他们的Mission Headquarters 准备放火 就逼他们出来 出来之后 他们就可以将这一对的 传教士的夫妇来杀死 当Patton和他的妻子 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们就很虔诚的 很狠切的 就在他们的余所里面 祈祷 扣神保守他们 他们一直没有睡觉 整晚在鬼里祈祷 扣神的保守 到第二天早上 为什么土著的人都走了 他们感谢神 一年之后 其中的土著的一个头头 可以见到游长 他就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传教士的Patton很好奇 就问他 记不记得一年之前 你和你的朋友围绕着Mission Headquarters 就想着对我们不利 为什么你们第二天早上会离开呢 这个游长就跟他说 他说 当日我们去到你的Mission Headquarters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几百个手执长剑的 穿了很光亮的衣服的大汉 在你的Mission Headquarters 他说 穿上去 所以我们那些人是 害怕了 我们每个人都回到家 原来Patton知道 当晚 神是保守了他 其实我们想想 我们在过往的生命里面 神是很多次保守了我们的生命 只不过我们没有很细心去想 有多少次真的是 你去到准备要过马路的时候 咻咻就车过来 你觉得 好 幸运大命 是吧 有没有机会 有吗 比如你准备过一个Sublight的时候 准备要过 本来是绿灯的了 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你说 就是等一等 等多两秒钟 等一等 停一停 突然间就有个大货车经过 我有这样的经验 有个声音就是等一等 本来我就很心急 一到绿灯我就踩了 就去的了 那人就等一等 就是那两秒钟 就在Freeman 就有个大货车在我前面 它是冲红灯 我就知道原来是神的保守的能力 我也知道一件事 若不是我的时间的时候 若不是神的容许的时候 神继续会容许我 存留在这个地上 是吧 所以 我们要有一个信念 信念就是说 神不容许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会被神来保守 以及传活 我们在这里学了什么功课呢 就是说 神在不同的时候 祂都将显了祂的保守的大能 我刚才也说了 所以我们学什么功课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忧心这么多 要将这些东西 识得去交托给神 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 对不对 经常都会忧心 那些小朋友 第一 他小时候养不大 生脊 吃极又不胖 到他吃肥了 又胖了 又要害怕 又要上学了 特别是第一天 第一天的学校 幼稚园 或者中间有很多家长 第一天上学了 回去很不舍得 泪流满面 小朋友又哭 你又哭了一份 然后本来走了之后 又要回去 安装一下窗 看看他怎么样 记得吗 很担心 叫他们去那些玩家 站得大高 然后说 没有 不害怕 跳下来 跌断脚 或者伤了手 天天这样去担心 其实老实说一句 你担心得多少 对不对 到他大了 要去上大学 陪伴他上大学 看着他进去那个寓室 对不对 都好像很不放心 对不对 好了 到他这么大了 你管也管不了 怎样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 交托给神 其中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 他学习这个功课 他女儿现在这么大了 我怎么管她 都没得管了 她要出街 那她也要出街了 唯一的就是在家 还有我太太拿着手 就说你祈祷 神啊你保守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出一个功课 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要交托给我们的上帝 耶稣基督他说过 他说 我们的忧虑是不能够令自己的受数多增加一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会 如何去交托给我们这位上帝 对不对 圣经里面 他也是这样说 在以赛亚书那里 第41章第10节 他说 其实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深信神的保守 如果我们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会保守 保存我们的生命 直等到祂的时间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 他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也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这里就是说到 我不知道你现在 或者正在生活在患难的当中 其实这段的经文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祂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学会交托的功课 其实这也是信主 做上帝儿女的一个权利 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 其实你想想 你们做父母 你们会很关心 会很爱护你们的子女 圣经里面 也是用天父来形容 我们这位上帝 天父他爱我们 是比我们父母亲爱我们 是更加的无微不至 刚才也说了 我们信了主之后 不是代表一帆封信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会有这个苦难 苦难也是必然的 是会来到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看看 神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 有什么功课要锻炼我们 使得我们的品格 是更加来像我们这位的主耶稣 我们要多多地学习 这个交托的功夫 诗人也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神在这个患难的当中里面 是会拯救我们 我们看看诗篇第四十八章 四十六章第一节 他说 神在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有时神会在患难中的之前 是会拯救我们 我们感谢神 有时他会借着患难 使我们学到更多的功课 在患难中间来去拯救我们 记得我以前也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生很多很宝贵的功课 是从什么时间来到学习的呢 是否从这个顺境 一帆风顺的时间来到学习 不是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人生很宝贵的功课 是从患难的时候来到学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沙德拉 米萨和阿伯尼哥 他们的第三个信念是什么 就是说 对神的忠诚是坚定不移 对神的忠诚是坚定不移 我们看看 《诞与理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里这么说 他说 即话不言 王啊 有时我们为一些病者来祈祷 他就得医治 但有时为另外一些病者祈祷的时候 他不得医治 他过了身 是吧 有时 或者是为着自己的工作来祈祷 很可惜 升职的那个不是我 反而被升的那个 能力是没有你那么高的 他又被升上去了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 你为他祈祷的时候 他生病 他很快就康复了 但有一些 是生了很严重的病 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 来到去了解 其中有一位 我们会点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过往的一年里 真的受了很多苦楚 转转出入医院很多次 他的肠子出现了一些闭塞 上个星期 我也有机会去探讨他 他做了一个 Operation 这个已经是他第四次 Operation Within a year 去年 去年做了三次 根本做了一次 我刚才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他的肠子也出了问题 昨晚也进了医院 上个星期 我去探讨他 我跟他的妈妈一起去 去Stanford 探讨他的时候 在路上跟他聊天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令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说 其实也有人问 为何我的儿子 受了这么多这些苦楚 他也说 我都不明白 但我唯一 我握住的 那个应许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所受的这些苦楚 所受的这些经验 可能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成为别人的 一个的安慰 成为别人的一个的祝福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是吧 好似 这一道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他说 即或不然 那个意思就是 but if not 如果是神 他不拯救 不答够的时候 我仍然都是什么呢 对这位所信的神 是忠诚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 是准备 为主受苦的心志 我们也知道 即或不然 有时神未必在这个情况里面 是搭救我们 我们仍然都是要对他有一个 忠诚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 他就是这位掌管宇宙 掌管生命的上帝 我们看看以赛下书第46章 9节到第10节 他说要记住从前发生的事 我是上帝没有别的 我是上帝没有别的 可以跟我相比 我起初就是预言这个终局 我早就宣布将来要发生的事 我说我绝对不改变这个计划 我的旨意 我一定的来到去实现 萨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 他都说了 即或不然 我们仍然都是对这位的神 是有一个忠诚的心 仍然都是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他说了三章十二节 他说凡纳志 在基督耶稣里面 敬虔到日的也都要受迫害 这里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 基督耶稣表明 我们怎样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 也都说到我们在人生里面 这个苦难的必然性 在《提摩太后书》第十章耶稣 耶稣他这么说 他说 并且你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来恨户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耶稣基督他亲自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学忍耐的功夫 好了 最后 我们怎样是准备我们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 我刚才说了 不要以为这个迫伯好像很遥远的地方 或者很遥远的时间 现在已经在我们眼前来发生 我们怎样是去准备我们自己 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 其中有几件事 我们大家看看 第一件事 我们可以学习是凡事祷告 寻求神的指引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 我们要学会如何祷告 第二 我们要看一些 要阅读一些 有关于为主受苦的基督徒 那些事迹 那些故事 来去激励我们 第三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要记住要背诵一些经文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用的 背诵一些经文 第四 要时尚唱一些这些诗歌 最好能够记得它 在心里唱 或者是堪那些歌出来 第五 学习在繁忙的嘈杂的环境里 我们学会如何去默土 如何在繁忙嘈杂的环境里 在心里唱一些诗歌出来 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功课呢 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distractions的底下 我们仍然都能够有一个专心 第六 我们要学习凡事借恩 无论什么环境里 我们都要学习借恩的功夫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预备我们自己的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 最后要学习爱你的敌人 要学习爱你的敌人 我知道很困难 但是是one little step at a time 就是说 一个小步一个小步来学习 学习爱你不喜欢的人 我希望这个不喜欢的人 不是你的先生 或者不是你的太太 或者不是你的子女 可能是你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但是慢慢一步一步来学习 去爱那些你不爱的人 或者那些人是不爱你的人 你去学习 一步一步地学习的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学习到 这个爱人 爱护 这个爱的人的功夫 最后我用一个诗歌来结束 这首诗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那你知不知道 其实这首诗歌里面 背后有个故事 那个故事是讲什么呢 我很快就讲 在1880年那个时代 有一个英国的威尔斯的传教士 去到印度的一个地方 叫做亚三省的地方 带领了一个丈夫 一个妻子 他们信了主 他们有两个小朋友 在当地 他们在村落里面 是第一家信主的人 当时这些村民 特别是领袖 为了要打击基督徒的时候 他就捉了这个父亲 他就跟这个父亲说 就是说 你一定要否定你所信的那个主耶稣 你不否定的时候 我就会杀光你全家 包括你自己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我已经决定跟随这位主耶稣 永不后退 说了这句说话的时候 那些村民就把他两个小朋友 在他的面前杀了 然后他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父亲就说 这个世界在后面 十字架在我的前面 然后那些村民 把他的太太 也用箭来射死 因为当他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他就说 虽然没有人跟我同往 但我仍然决定跟随 说完这句说话 那些村民就把这个父亲也杀死 全家人死了 但是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不多久 这个全教士就听闻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村落里面 有一个奋兴 很多人是信了主 而他再回去这个村的时候 其中一个村民就把这件事 就说了给这个全教士听 而这个全教士 是将这个事迹 说出来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主内的弟兄 也是印度人 就把这个事迹 写了这一首的诗歌 就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而这首诗歌 在当时候 在印度的地方 非常流行 特别是在教会的地方 而这首诗歌也寸到 我们美国 我们欧洲的地方 我们今天唱一首歌 好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